如果他當市長 他要全力支持中央一起來開發 所以你要是中央要來做 好 現在韓國瑜選總統 如果他選上以後 可不可以組成一個更龐大的 一個探勘團來去了解 而且可以跟周邊的地區 例如說跟大陸 或是跟越南跟菲律賓大量協商 現在大陸跟菲律賓 在協商 已經開始在合作 專刊這個天然氣已經鑽到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從去年 這個話題出來之後 就一直被以而傳而 因為韓國瑜一開始講的 就不是這樣講 可是在綠營 不管是電視節目也好 媒體也好 全部都把他說 韓國瑜說要挖 太平洋要挖石油 然後就造成了一個 根深底固的觀念 其實你知道一般市民大眾 很多人都是這樣認為 高雄市政府要去挖石油 是 他們就造成這樣一個奇怪的觀念 然後才會有接下來 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你說這些高雄市議員不知道嗎 其實他當然知道 他怎麼會不知道 他要不是三歲小孩 他明明小的高雄市政府 不可能編這個預算 也不可能去弄 但是我必須講 韓國瑜並不是否認說 他提出過這個話題 而是因為高明明回答的時候說 那是你的競選證件提出來 所以他才告訴你說 我沒有白紙黑字這樣寫 因為我的證件上 確實沒有這樣東西 因為那只是他當時 在談話節目的一個構想 然後他構想的時候他也強調 第一個是有前提的 要行政院同意 周邊國家同意 第二個他的目的 是要高雄未來可以分一杯羹 他為什麼去設想這些 其實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當時高雄的欠債 已經非常非常重 他可能是未來會接市長的人選 所以他在想 怎麼去幫高雄開拓財源 所以他才提出了 這樣的一個構想 而且他主要不是放在花石油而已 他本來是要在太平島 我要成立公司 投資公司 開發公司 然後要開發周邊的觀光資源 然後其他的天然資源 包括開發石油 而這個本是什麼 就是因為中油 早就在附近的海域探勘了 而且確實他們在評估 是不是有開采的價值 但是我必須講 南海的開采 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那不單純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還有政治層面的問題 多的 那麼多國家想分一杯羹 是 那個周邊 包括國界 大家彼此怎麼劃分 然後彼此權力的平衡範圍 然後跟對岸之間要怎麼談 然後那個地方開采 也不是那麼好開采 因為從大陸捧一出來之後 那邊是急劇往海底下升 對 那邊隨便就上千公尺以上 所以那個是非常麻煩的一個地方 所以開采需要高度技術 所以那個都恐怕是 未來很久以後 才會出現的東西 韓國瑜只是提出這樣的構想 他希望能夠開拓財源 希望能夠跳脫 台灣傳統政治人物的思想領域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在想說 怎麼樣去尊傑開支 怎麼樣去從哪裡多收稅源 那你為什麼沒有去想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開發新的事業 新的東西去做 他是根據這樣的大前提出來 可是他當初一提出來的時候 就馬上被扭曲成 你看韓國瑜這個草包 他要去挖石油 就是這樣 當時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是你以為拿石油 是拿圓橋這樣挖一挖一挖 你有挖井是嗎 所以我跟妳講 從去年他講完之後 他後來因為被罵得很慘 後來他又重新再解釋過一遍 再解釋過一遍 他其實解釋至少三次一遍 我自己聽到過至少三次以上 而且他第一次好像就在這邊講 我記得他就在這邊講 待會我們告訴他 韓國瑜的說法是什麼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 為什麼今天會變成一個話題 就是當初的綠營操作的一個結果 你故意把人家的話斷章取緣 然後把它濃縮成 韓國瑜要挖石油 然後才衍生出今天 好像韓國瑜違反他自己 當初的承諾 可是問題是 就好像今天我說佑正 其實你穿這件衣服 可能沒那麼好看 那趕快換掉 還什麼好講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要換另外一件衣服 結果然後旁邊人聽到說 佑正 韓國瑜說你好醜 然後以後 所有的人全部都傳說 夏韓國瑜說王佑正很醜 就變成這樣子 你說沒關係 葉雲之說就不行 所以我必須講 這個就是這樣 因為你一開始有把人家 原話扭曲了之後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導致整個以而傳而完全不對 所以我必須說 今天剛好借這個機會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韓國瑜當初到底是怎麼講 他是不是有曾經說過 我要去太平島挖石油 這句話 如果他根本沒講過 你們硬要摘在他頭上 我覺得那錯誤是在誰身上 就非常清楚 韓國瑜如果選上總統的話 確實可以制定一個 這樣的一個到南海 到太平島去開採石油 這樣的一個 重大的一個研究計畫 這個確實可以做 高雄市的市長不能做 但是台北市的 中華民國總統 他確實可以這樣做 我們來簡單的 跟各位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我們跟日本有一些矛盾跟衝突 是來自於沖之鳥礁 因為日本說是島 我們很強調 在聯合國的決定 它是沖之鳥礁 但是這個沖之鳥礁 是屬於哪個單位 是屬於東京市 為什麼我要講沖之鳥礁 其實就像太平島 可是太平是島 它是屬於高雄市 所以很清楚了 太平島是屬於高雄市 就好像日本的沖之鳥礁 屬於東京市一樣 所以如果要在太平島那邊 做建設 要在那邊做一些計畫 你中央政府要做了 這樣一個決定以後 還是要跟地方政府 要有協調 要有商量 然後因為它的管轄權 戶籍跟地籍 是屬於高雄市政府所有 這個就是中央跟地方 要合作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在南海 南海的面積有多大 350萬平方公里 台灣的100倍大 350萬平方公里 每一天穿過 麻料甲海峽的 有5萬艘船 佔全世界的貿易量25%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 一個運輸通道 戰略要地 全世界都在爭 也都在看 我們的十一段線 當時我們在1945年畫 十一段線的時候 是經過美國幫助 所以當時的國際間的主要的國家 美國 英國 法國等 都承認十一段線 是屬於我們中華民國所有 這個是當時的國際的 共同的共識 好 問題就出在於 由於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戰略要地 它的石油的儲存量有多少 200億噸 很多 200億 200億噸的話有多少 大概有1440億桶 那也就是說整個中東 目前的石油 大概只有這個地方的一半 也就是說目前中東 沙烏地 阿拉伯 伊朗等 所有的石油 大概只有這個地方的一半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 而且它的天然氣 有700億立方米 非常非常大 我們中華民國 有沒有去摊凱過 有 1981年 早就去過了 1981年的時候 我們就在太平島的 我們的立碑的那個地方 我們鑽了一個石油往下鑽 鑽了大概到1600米左右的時候 因為發現有三副礁 然後它卡不進去 所以當時的我們的鑽頭 我們沒辦法再鑽了 所以才停下來 這是在1981年有做過 廣東還沒出生的時候 就在挖了 我出生了 然後在2013年的時候 2013年再強調 現在是2019年 2013年馬英九總統執政的時候 當時能源局也有計畫 要在南海這個經濟海域 也就是太平島的 200海裡的經濟海域 要在那個地方進行石油摊勘 所以那個時候 在立法院裡面 問到了行政院院長這件事 說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那個地方攤勘石油 當時說可以 有在考慮 因此就問海巡署 說海巡署 這個地方有爭議 因為越南也在那邊挖 大陸也在那邊挖 菲律賓也在那邊挖 美國也想插一腳 對 我們跑去那邊挖的話 因為越南就聯合美國 俄國 德國 法國等這些國家 一起來開採 大家都想要 對 所以跟大陸有矛盾 這個時候我們的立法委員 因為愛過我們中華民國 愛我們目前有南海的 這個祖先留下來的財產 所以一定要去挖 所以問了海巡署 海巡署說 我們到哪裡去 我們就護航到哪裡 所以只要在我們的 200經濟海域內 我們只要到哪裡 我們就去護航哪裡 可是因為當時考慮到 南海地區的緊張的局勢等等 然後再加上歐巴馬那個時候 在南海 退出所謂的重返亞太 亞太再平衡 然後跟大陸的這種 很微妙的一個關係的情況下 最終後來我們決定不進入 但是不表示 當時沒有這個構想 但是重點在於 跟各位觀眾朋友介紹 當時為什麼在行政院 因為他是經濟部的 能源局的職權範圍內 是嗎 經濟部 能源局的職權範圍 可是還是要跟高雄市的市長 要跟他協調 高雄市市長當時就是花媽 那是我們家 可是我們家 你要來挖單 你先來跟我講一下 所以韓國瑜 在當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提出開發太平島 花媽早就已經知道 對 所以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當韓國瑜 要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他說太平島要開發 旅遊觀光 沒有問題 說如果未來要開發石油 沒有問題 因為高雄市政府 可以跟中央合作 而且早就在做了 對 早就在做了 所以如果他當市長 他要全力支持中央一起來開發 所以你要是中央要來做 好 現在韓國瑜選總統 如果他選上以後 可不可以組成一個更龐大的 一個探勘團來去了解 而且可以跟周邊的地區 例如說跟大陸 或是跟越南 跟菲律賓大量協商 現在大陸跟菲律賓在協商 已經開始在合作專刊 這個天然氣已經賺到了 已經賺到了 而且已經開始菲律賓賺一半 中央大陸賺一半 大家都在賺 也就是說 中央大陸跟菲律賓合作了 他跟越南說 你看我跟他合作 我們都賺了 你越南要不要跟我合作 我們太平島是我們中華民國 您剛剛講到穿國旗裝 因為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們當然要愛 但是你要蔡英文跟民進黨 去愛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國旗 這太強人醜難 而且也有點殘忍 他連太平島的那個 太平島的小權爭議 民進黨都不敢說話 所以我們非常 講了好幾次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歡迎 在投票的當天 蔡英文總統拿著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國旗 戴著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帽子 去投票所 投向他神聖離票 花媽你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你也知道中央就在做了 所以民進黨這些議員 跟這些官員 你們都清清楚楚 韓國瑜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是我們高雄的 我沒有辦法開採 我要中央來幫忙 你來 你處理了 我賺錢 分我一點 讓我可以還一下我的負債 讓我挹注高雄的財源 事情就那麼簡單 被你們民進黨可以曲解成 韓國瑜說他當市長以後 要以高雄市長的身分去挖石油 如果沒有去挖 就有叫做跳票 就有叫做睜眼說瞎話 就有叫做胡說八道 沒關係 講過的話都有證據 來 我們先來看 韓國瑜第一次講到 這個所謂太平島挖石油 是在2018年的8月12 當時有一個 這是網路節目吧 還是電視節目 我不曉得 市長給問嗎 當時他都提到說 高雄有3000億的外債 要一筆勾銷的話 太平島挖石油 可能是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他說第一個 行政院答不答應 很清楚吧 第二他說周邊國家答不答應 太平島雖然是高雄的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股票公司來上市 然後高雄市政府 來坐莊西國際的資金 來進行開發 各種可能的開發 對 我可以坐莊來輕輕開發 但是前提叫做 行政院答不答應 周邊國家答不答應 他第一次提到開發石油 就把兩個前提講得 清清楚楚 那是中央的職權 要他答應 我們才能分一杯羹 不清楚嗎 很清楚吧 再來 11月19號 高雄市長 雙雄辯論 有沒有 他跟陳其邁 太平島開發石油 既然講到石化業 那我就把這個證件一併解釋 因為當時陳其邁問他 說有14家石化公司 涉及在高雄 還是要不要涉及在高雄 之類的問題 韓國瑜說 那既然講到石化 我就來解釋一下 太平島開發石油 一樣 70年 102年 2017年 其實經濟部 都有核准相關的探勘 他也說了 太平島立處於高雄 如果有朝一日開了石油 不要忘記高雄市政府 要分一杯羹 清清楚楚 沒有講嗎 講得清清楚楚 再來 7月9號 本人去高雄 專訪韓國瑜市長 剛剛前面的拜你也看到了 他講說 我講的話被斷章取緣了 我有兩個前提 再講一次給你聽 第一個前提是行政院同意 第二個前提是 因為周邊國家要同意 然後太平島為什麼不能開發 為什麼中國的石油公司就可以 用中國石油公司 可以花錢 花預算去探勘兩次 如果不能為什麼要花錢 光是找得到的 韓國瑜解釋太平島這件事情 解釋了三次 而且三次都講得清清楚楚 蘇貞昌 主主席 林市長 王委員 康委員 高議員 我想請問一下 到底是誰在睜眼說瞎話 其實如果不能開發的話 我不知道編這個51的預算 到底是要幹什麼 是編辛酸的嗎 還是說我們編了探勘了半天 是要準備要讓美國老大哥去開採嗎 我們自己這個都不要分一杯羹嗎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情最 讓人家覺得非常可恥的地方在哪 你們高敏林這些人 你們明明知道 韓國瑜想要提出這個構想 是為了幫誰擦屁股 是誰在高雄執政了二三十年以後 搞了一屁股的負債 讓高雄市民平均負債一堆 今天他要選市長 他要不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也知道主要的職權在中央 中央點頭才算數 難道你們這些議員 是一點概念都沒有嗎 我今天講得很白 你們今天是不是為黑而黑 當陳菊在高雄市當市長的時候 不管他是在家裡睡午覺 公然在議會撒謊 什麼都沒有關係 你們都可以當成真眼瞎 今天蘇貞昌 你覺得這些人會講這些話 你會覺得很奇怪嗎 今天就像一隻鬥犬一樣 眼睛蒙上了 聞到血的味道 就開始狂咬 狂撕 不是這樣子嗎 我跟大家講 現在中央的部會 哪裡有什麼 什麼各個部會的職權 對不起 沒有 所有的部會都叫做 選舉部一 選舉部二 選舉部三 選舉部四 所有的人集體總動員 只為了選舉 不管是大撒幣也好 卡韓也好 你們每天唯一會做的事情 不過就是這個而已 但是當你要檢驗韓國瑜的誠信的時候 很好 我們就要反過來檢驗一下 反過來檢驗一下 我就怕你們這些人 心臟沒有辦法承受 比如我們隨便來舉幾個 我剛剛已經舉了兩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蔡英文在上台之前 口口聲聲 要捍衛勞工的權利 對不對 結果在她的任內 把六種行業的這些勞工 換成責任制 這個蔣是很會講 結果上台以後就變成 你們自己去跟老闆談 不要把我們公親變成氏主了 這個就是蔡英文 上台前跟上台後的態度 還不夠清楚嗎 我再講一個 跟青年有關係的東西 說要建20萬戶的青年住宅 有沒有 12萬戶是政府興建 8萬戶是包租代管 然後上台以後又騙我們 說我們打算到2020年的時候 這個12萬戶跟這個8萬戶的部分 我們分別在2020年 達到各4萬的目標 好了到了2019年的6月 請問一下政府興建的 達到了4萬戶了嗎 現在已經2019年的 到2019年的6月 也才不過建了13941戶 然後包租代管的部分差得更遠 只有4522戶 我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你不是說要杜絕房市炒作嗎 這不是你蔡英文明明白白 在選前宣誓的東西嗎 結果實價登錄2.0 到了民進黨的政府 明明是立法院是你們全權分配的 不是嗎 你們佔多數嗎 所以像李靖勇這樣的人 所有的戰友黨對他都有疑慮 認為他會當中選會主委 會不會中立的人 你們就護航 硬是給他當上這個位置 所有民進黨想要過的法案 比如說惡政國民黨的法案 比如說轉型正義的法案 通通要過就過了 你們是一片碾壓式的通過 我請問實價登錄這件事情 為什麼過不了 為什麼當行政院提出2.0版本的時候 你們遲遲在立法院躺著不通過 等到2019年5月 張宏露提了一個假的版本 裡面完全沒有實價登錄 居然可以 像這樣子這個0.5版的 不要說2.0版 讓張宏露這個案子快速通過 其實你們就是打從心裡面 不想要實價登錄 不想要杜絕房市炒作 我再講 蔡英文說他上台以後 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道歉 今天有一個人去說 還我公投 因為你們完全不遵守去年公投的 這個以和養綠的公投 結果馬上6名壯漢 6名為安的壯漢 次後把他壓倒在地 所以今天當你們這些 我不好意思講 你們可以假裝無知 或者是你們為了反韓而反韓 我們就要進一步的檢驗 今天所有你蔡英文講了這麼多的話 全部跳票 我剛剛是只舉了一個例子嗎 你們這些人 你們針對你們偉大的蔡英文 都不至於此 都不需要檢驗 他對老百姓的承諾 是不是有做到 圍著太平島一直講 沒有關係 我跟大家講 真相越變越明 越講太平島的事件 只越顯示你們民進黨 除了親親繁殖 讓所有你們這些周邊的人 親信能夠坐享高位高薪以外 你們對於開採老百姓的福利 讓富國利民的事 或者解決高雄市負債 你們一點都不關心 我們要在一旦 亞視界有關 中共的視線 因為人生看遠足 人生所看的 一個朋友 你不關心 你不關心 你們的承諾 我不是說 你不關心 你們看 你不關心